Hello,大家好,这里是川流网,我是讲师Max 感谢各位观看川流网自主研发的TikTok Shop的课程 今天将为大家介绍TikTok Shop入住的详细的资料 以及提交的入口 大家还记得吗,在上一节课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 现在有两种方式可以入住TikTok Shop英国站 一个是开通英国本土的店铺 另外一个方法是开通跨境店铺 官方的申请链接就是在这页PPT当中,两个地方 有英国公司的卖家可以点击链接申请本土店铺 不过咱们国内的大多数的卖家其实并没有英国的公司的资质 所以大家大多数开的还都应该是跨境店铺才对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卖家点击完链接就可以直接申请成功了 而是说需要一个激活码才行 在商业章节中我们提到了目前的TikTok Shop招商的政策 需要有电商经验的卖家才能够入场 所以流程是这样的 官方会审核卖家的资质 对优质的卖家才会下放激活码 那么我们该如何获取激活码呢 川流网其实可以帮助大家与TikTok官方取得联系 川流网也一直在帮助各大电商平台做一些招商的工作 其中就包括TikTok Shop 如果各位卖家想要开通的话 完全可以通过川流网来申请店铺 我们来演示一下实际的操作过程 首先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打开川流网的官网 点击登录 右上角的登录 如果还没有川流网账户的话 点击一个注册 输入一个手机号 收购验证码 然后填写在邮箱 设置个密码就好了 如果已经有川流网账户 可以直接登录 再回登录 账号 密码 填写验证码 进入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川流网的后台 大家可以看到左侧的侧边栏 有川流网的各种工各种的工具 我们点击平台管理 再点击平台入住 可以看到川流网支持的电商平台 开户都在这个页面上 比如说新大网 还有TikTok的TikTokShop 还有亚马逊 下面还有Shopify Wayfair等等 这些都支持在川流网上申请开店 我们现在来点击TikTokShop 然后就挑战到了TikTokShop 英国站内的开户申请这个界面 现在我们来填写这个页面的需要的资料 在上一个章节中 我们其实已经讲解了资质方面的要求 以及目前TikTokShop招生的一个节奏 这里我们在逐条的看一下这些必要的信息好了 首先银业执照 银业执照这些国内公司的名称就好了 用中文填写就可以 比如 邮箱我们一定要填写一个正确的邮箱 QQ或者是Gmail或者是其他的邮箱都可以 只要能正确的收到 只要能收到邮件就可以 就是这个 联系人我们就写联系人的名称 比如说max 手机号把这些手机号填上去 尝试 自己要售卖的商品写好自己的内幕 比如说做家访类的 我们就写家访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上一个章节中我们提到的TikTokShop 它其实有4种的内幕限制 也就是承认用品 还有虚拟的产品 食品电子烟 这4类都是不允许在TikTokShop上面去售卖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填这样的品类啊 哪怕你其他的资质再好 你身在卖这样的品类的产品 那么你也无法通过申请 接下来填一个其他困难电脑平台的链接 比如说这个亚马逊 把自己的兼份链接填下去 比如是这样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独立站 我们要写官网的链接 链接填下去 另外还有TikTok账号 或者是有抖音的账号 我们可以写一个自己抖音的账号 比如traffic 好 上下的就是几个重要的证明了 Facebook主页的链接需要如实的填写 或者是ins的或者推特的都可以 这个令你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让官方审核你的品牌 是不是一定已经有一些的基础粉丝了 我们填写一下Facebook的 比如说Facebook 就是这样 年下周额也要如实填 比如是1000万 还有上下的几个证明 销售额的证明 还有直播的证明 这些所有证明的前提 一定是要向TikTok官方展示自己的一个实力 比如说以年销售额这一项为例 我是一个做店群的卖家 我可能有10个店 然后年销售额汇总可能有1000万美金 我们也不要怕麻烦 我们要把每一个店铺的销售额都截图都提供上来 直播的截图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做过很多场直播 要多放一些截图 一定要让TikTok官方认可卖家的一个销售能力 才更有可能下放邀请码给这位卖家 好上下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品牌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品牌的宣传 还有有直播的经验 还有英国的退货仓地址 这里面就都选yes就好了 最后我们输入验证码 然后点击提交 就可以了 然后串通的工作人员会先内部审核这些资料 如果有问题填的不对的地方 也会第一时间跟各位卖家反馈 如果没问题的话 会直接提交给TikTok的官方 一般来讲呢 TikTok的官方需要三到五天的时间去审核这些资料 然后到时候如果没有问题 会直接与卖家取得联系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下户 迅速在TikTok上面 发展自己的电商业务 下节课呢 将为大家介绍TikTokshop的平台规则 绩效以及打款等方面的那些内容 我是川流网的Max 感谢各位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关注川流网 学习更多的跨界电商知识 我们下节课再见